大家好 歡迎收看9月13日的司機金鐘直播 大家好 不好意思 遲了一些 所以有些朋友說是否要2時才開始,不會的 2時開始,當然要趁中午時間做 再說一次,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 因為有時都要準備一下 先報告一下 司機金最新的單位價格應該是上星期四 9日是144.70562 星期一通常回顧一下 不過其實上星期大家擔心美股多些 第一就是大部分朋友轉戰美股比較多 他們有少跌,一跌就好像很大事 上星期五也是一跌,大家開始害怕 美股開始下跌,說股都不行 所以大家心機都沒問題 先說一下美股 現在這段時間越來越多人出來唱淡 升得很久,總是有人出來說是貴的 那股值,客觀地說 怎樣計算來說都是比較偏高 尤其是大那些 因為其實你見到二三線 其實之前已經跟不上去 上星期五主要都是因為 Apple被人說,你又輸了 被人罰了 以後他就沒那麼誇張 他的Apps、Payment等 美股又被人搗一搗 成功格局,大家就越講越多了 像是否真的滋漲 你見到那些Commodity 就不斷移動上去 PPI又下不了你 你見到那些Commodity 跟今天港股都有些關係 今天港股也是炒這些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可以搞 那就是2600 其實這段時間,說回一個月看就好一點 大家見到油、煤、natural gas、鋁 連那些Evanium 全部都開始移動 有點像4、5月份的時間 那些Yield又不是開始跟上去 你說是炒了Stavation 那些Yield,10年Yield 都是在1,2,3左右 不過你看那些Commodity這樣移動 是不是Yield是時候移動呢 我見到之前有很多朋友都說 那些Chessway 但大家見到它還沒動 那一刻倒下來 究竟時間是怎樣 我就無法回答 不過我要多謝Kinder 跟我聊聊天 有一個圖 我想有些Inside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圖是前段日子 如果你看回納子的表現 還有當年ITBubble的時間 科網爆破年代 即是99、2000年的時間 那個軌跡又好似 當然這個圖是幾個月之前 應該是4、5月的時間 那時候說 如果你看回中間的調整 應該還有一個大浪 事隔幾個月 就真的你看到 美國科技的東西 就繼續慢慢升 由5月那一刻 懷疑人生之後 其實6、7、8月其實都是蜂擁 如果純粹參考這個圖 歷史會重複 又會怎樣呢 我上次嘗試努力過 不過我發覺我自己的努力 都是比較差 不過這個圖也挺有趣 我自己剛剛今早才學 就是這個圖 藍色這條線 是當年98、99、2000 綠色這條線是當年 綠色這條線是今年 你看起來都好像驚驚地 整個形勢發展 就是去年一個疫情 你看到98年都一個跌落 然後就開始蹦蹦蹦升 整個pattern都很像 如果你相信到 如果今次和上次的形態很像 那現在是不是似的地位 這個都驚驚地 現在看看這個 沒錯 這就是整體 將最近三年和當年爆破之前的 每一次的回調的形態都有點像 雖然事實的發展 又有很多不同的客觀因素 不過是有臭效 所以大家就驚驚地 再看一次 如果大家相信整個整固 然後再彈上去 這麼像 現在可能 這個scale 我告訴大家 如果純粹 這個Lagging的角度去看 其實真的可能 只剩下 一個零時間 就完畢了 不過這個真的 用來嚇嚇鬼 這個神奇的口合 有點像 我覺得 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不是我原創 不過我嘗試做 不過技術上做出來 好像不夠帥 有些技術細節 轉頭 Kinda說 你和我吃餐飯 教我 我學一下 再和大家說一下 他自己也做過一個圖 類似的 效果好像差不多 我放在這邊 OK 不過 這個幅度也差不多 不好意思 我直接把WhatsApp的圖 訂了出來 不過 我想他也不介意 他也很支持私基金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滑圖 不要理會福度 平常大選是否正確 因為如果 你可以去 去考慮 其實我以後升上去 都沒有 九九二千個 就不用那麼急 都會在這裏 不過 如果從時間 俗來講 都差不多 所以 大家留意一下 不過 如果 你看回 我可以再加一點 comment 當年 其實就不是很 因為這個 令到這個 令到這個 美股爆破 就算你說 美國當年的加息 其實都 未必是最 那個 未必是一個 check up point 當然 可以說 完全沒有影響 不過 當年的時間 賣足 可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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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次和上次 始終是有些不同 所以大家就不可以單單看 剛才我剛剛的 美國圖 差不多 如果用回當年的 戒洗路線圖 今年差不多要掉頭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美股 你說是否有很大的調整 不過我發覺 其實大家還是很有信心 調整 大家也很期待 不過錢 繼續湧進去 究竟會不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跌浪 我覺得 現在純粹沒有股沒有股沒有股 其實很難出現 這個 這個 當然 究竟Apple 這個 是不是打響頭炮 就是Google 這些 通常龍頭開始轉弱 都是一個大股轉小先兆 不過 美股 就 回了幾天 我覺得 又不應該太過大小介掛 OK 只要說 近一點 香港 和中國大陸的情況 我覺得 最應該關注 其實就是 疫情 你記得 7、8月份 我們日日 都跟大家報告一下 當日市場不太大反應 但你見到 其實真正 對很多行業的影響 都是有的 包括很多生產 餐飲零售等等 所以 甚至乎消費 某程度 都是在8月份 因為疫情反彈 但是有影響 所以 疫情的變化 大家都不可以太過不留意 雖然 痕指 或者相關股價的變化 大家關心多些少少 但現在最新 就是 今次 去到福建 你看到 這個圖 會比較清楚 7、8月份 突然間 突然間 控制了一輪 近期 又多回 而多回的地方 就是福建為主 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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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州、廈門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小心一下 所以 你見到今天 就開始有些反應 例如你見到一些澳島股 即澳門 雖然我很少 但F&B 消費 其實就開始差一點 不過其實對A股的影響就不算很大 你見到今天上證 早上都是捱得比較好 當然它捱得比較好 因為那些錢又拍了所謂的來人 當然 最慘慘豬的 就不用說 一定是包尾的 通常都是港股 今天又跌回五百多點 二萬五千六 你看現在真是慘 有波幅沒有升幅 跌六百點 但四百五百點 又跌回五百點 所以大家 不要太過重創港股 有時都是一個合理性 帶來彈去 和賭大小差不多 我見到我朋友說 其實就是那句話 可能比賭大小更差 因為現在的Stamp貴 你維息都沒有開放那麼多 當然 你說港股 很弱 除了跟美股 A股之外 當然 我想兩個都是不算很好的消息 令到大家 反正都是 二萬六都炒不起 站不住 第一 就是上個拜 拜登和習主席 談電話 拜登說 你為何不理我 那些伙計不談 這輪 為何 打電話 不過 最後 當然沒有什麼特別發生 但沒有什麼發生 都有一些事情 後續跟著 好像早正中午 談完電話 一會兒就開始說話 說話 似乎談得沒什麼突破 說真的 沒什麼突破 比較有動聽 實際上可能是談不完 談不完 可能大家又要慾國一下 美國那邊就有兩件事 都在談 挺有趣的 第一 不如去調查一下 找一些市端出來說 這次又說 大陸有很多補貼行為 說真的 美國自己都有很多補貼行為 派錢給這些人補貼 去年直接買這些企業債 不是補貼行為 不過 政治的事情就沒有 總之誰帶誰惡 他現在就說 大陸有些補貼行為 要去立案調查 我們大陸有很多 立案調查 美國有調查 看看有否在這裏 找到一些位置 張軍下 其實之前都有 太陽能力都不經常走來說 那就是一邊買一邊說 但是 總之 行動上 可能又有一些 新的戰線 就是會不會 轉過頭 來近幾個月 大家會看到一些比較大的 美國的舉動 就打算拿些受中國補貼的行業 就拿來開刀 所以大家就慘了 大家知道現在的政策 要靠偏站 阿爺不喜歡 他又打壓你 阿爺喜歡 可能被美國打壓 大家兩邊都很難搞 所以我都明白 我覺得感覺是這樣的 但很有趣 在同一個報道裏面 其實也不止是Boomberg 有其他媒體也有流傳過 關於他們的關稅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拜登上任幾個月 他是很傳統的政治家 他現在的關稅 都不動 即使現在的關稅 都是特朗普一路遺傳下來 他又沒有特別去說 即是他很虛無地說 就覺得未必可以 未必很有用 但沒有什麼用 他又不踢走他 當然踢走他 就有一個很大的政治決定 現在他又說 關稅上高 是否有些可以改動 包括有部份 是否可以exclude 等等 兩個新聞加起來 其實真的不同 你問我 我都不想怎樣 究竟是想好些還是不好些 不過說真的 這些都是談判技巧 就是一口沙糖 一口糞 我又要對一下 你轉個頭 又說有些事情可以聊一下 看看這些美國人最喜歡玩的 政治手腕 今次大陸又不給不給面子 暫時說 正如我上週禮 整體印象都是這樣的 就是大陸就 你不要陪我玩些太過肢節的事情 即是在雙方的關係 有一個明確的定調之後 才有些事情可以談 不過這個大家都明白 即是我們國情又比較明顯 你先定調再慢慢處理 一旦未定調 所有事情就只有一個字 就是等了 但這件事 可能大家初頭覺得 有些朋友說 好像談完之後人民幣 好像強了一些 是不是好呢 其實我暫時覺得 沒有什麼 中美一個很大的突破 當然如果你說一個很大的突破 誰人都知道 就馬上衝回市場買 另外一個困擾港股 我覺得原因就是 因為我又來過了 那些政策事件 又是科技 所以今天最慘慘的主要是一堆 第一堆 第一就是現在又有日談 這次日談就是 這次是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比較少出場 不過說真的 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但這件事都不是新的 即是說要加大力度 保障一些勞動者權益 即保障一些騎手 大家記得 美團有幾百萬個騎手 Song之前計數都計過給大家聽 你一單案賣幾十元 其實騎手 即是美團收回10元、8元 騎手成本佔了7元、8元 你那裡動一動 對美團成盤生意計六條數 影響是很大的 如果全部成本向上推的話 那就是慘慘豬 所以現在就說要公開配送時間 計算規則、完善社會保障等等 所以3690第一時間跌下來了 這個就是沒完沒了 所以之前你問我 我都覺得這些很難玩 雖然它的業績又不差 其實我覺得美團 不過你以這些 你200元買到204元又好像康復了 但是轉頭你一個這樣的新聞 你都不知道走好不走好 所以都是難搞的 不過當然你整個板塊 你買得一個氣氛一轉差 你又沒得走 不過這些就 就算沒得走 都是希望燒隔離 不要燒得最正的 燒到自己 所以美團這些 除非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你股價跌得殘 又大一彈 然後升得差不多急 有些新聞大家又要剔破 所以大家要明白 現在的難度比往更大 雖然股值比時合理很多 但要賺車的難度又高了 所以買股票就是這樣 另一個當然同樣很影響到科技股 急技政策就是有拆骨 就是螞蟻周身矮 大家都知道 上個月拜應該大家都有留意過 我們小股民就沒所謂 因為上不了市 但很多PIPO入了那些 包括一些大的基金 你看到他們都一直減值 由之前1萬多2萬億的股值 減到現在剩下2、3、4成都有 原因當然是因為整個投資邏輯 都可能變化了 因為以往他們花背、借背的生意 現在很明顯地受到北京的干預 例如金融風險等等 或者信用資料的問題 現在可能阿爺希望把他拆出來 成為一個獨立的程式 然後引入外部的股東 就是洗劫你 到底用多少錢買多少 去到這一刻 大家都明白都不是一個商業決定 所以其實不可以計算 基本上無法計算 這裏其中一個說話 螞蟻握住的部分 這是關於數據公司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想螞蟻的business model 其實都真是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現在有以往 透過平台找到生意 再把國給民風險 給行行、給單部公司 有多少錢落袋 現在整條數目都不合計 所以計算完之後 可能在股權上有些不同 所以基本上是無法計算 只可以說這個新聞出來 雖然不覺得好生命 不過當然不太好 最慘就是那些 可能看著阿里巴巴 覺得已經差不多派遣了 所以那些細弱的事情 真的很難搞 不過呢 最後我再說回市場 雖然說了這麼多 偏向負面 因為市跌我們說得淡一點 不過其實我覺得都是在這些位置上落 所以我覺得 儲位不能控制得太過難以控制下 都明白現在港股的新常態都是這樣 所以追紅殺跌 自己都要控制一下自己的部分 可能會舒服一點 不過說一下好的新聞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 就是《股壇思見》上個星期五拍的 施醫生突然間看得很好 對於市場 當然要明白他跟我們不同 《股壇思見》一星期拍一集 我們《股壇思見》今次播一日早 但他也說得很清楚 第一他覺得這個觀看 在半年至一年之內 他覺得港股的A股會好一點 我拿回影片給大家 雖然我相信有部份朋友是有看的 OK OK 不好意思 在這裡 看到了 大家看看 如何賣廣告 他覺得國賣廣告正反彈在職 很少可 突然間很正面 說股票 比我更加上了 搞得我突然有點不好意思 雖然今天市場下跌 不過是一個半年至一年的觀看 最主要他覺得國內的政策方向 就是我懶人包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覺得這些事情是矯枉 過正 他覺得其中一個觸發點 當然就是認為在國內對於以前的一些歷史問題 就有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這個呢 司老闆認為可能是一個很大的Vid 就是可能是 表到其實這些事情就會轉回頭 當然我補充一下 他講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十九屆六中全會 裏面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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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 就是要研究全面總結黨的八年奮鬥 重大歷史、磨歷史經驗問題 當然我就說一次 很多就不是政治專家 不過大家都知道 就是共產黨的都是有種這個 以前都是參考的 就是對於以前發展的事情 就要定調一下 包括毛澤東 當年七三開 這些都是一些會議或程序上高 你會做的 這次當然 由習大大主持 究竟過往哪些事情是被肯定的 哪些會重新定調呢 這個其實都在正義上高 其實就應該都幾有重要性 所以你說直接有什麼股票好炒呢 我就不會說 OK 包括結合 究竟是否會對 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當年毛澤東是否有很多政治鬥爭 向左轉 令到很多事情不行 這段時間大家有些看到 在國策或者很多方面 都好像大陸是向左轉的時間 這個是比較敏感的 如果你說對毛澤東 年代的事情 有一些重新的理解 可能也是對現在我們現界政府 因為國內政府的接下來的思路 其實有很大的參考性 你變得有點像 因為你看到 我也是Google一下 大家知道Google幾方便 又似乎真的好像 剛剛毛澤東45週年 官媒上是靜靜的 這是否有些含意 這些都是外媒說的 國內反而是比較靜 我也希望施先生的講解對 接下來幾個月 講股會不會走回過運 是不是真的已經看得太淡 這個就拭目以待 當然施老闆講得好的時間 我發覺都有點準 不過你不要跟車太調是真的 講清楚一點點 好OK 那我講了很久了 我都交一些時間 給同事Edward講一講 答一個很specific的問題 好像是復範提供一個 好像是Canon Live的問題 關於那些COVID的一樣 就是開拓和那些BR2 好 好 今天就是主要就這個回答 這個問題上面也講一下這個COVID的這個藥的在這個全世界的一個和中國的一個情況 首先這個問題是問的是 就是這個之前開拓藥業的這個藥的一個臨床實驗上來講 西方的媒體是認為這個臨床實驗缺乏一些透明度 同時也是有一些懷疑 然後現在這個現在已經進入到美國的這個FDA37的這個試驗階段 所以是否應該引起關注或者有些concern 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其實這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數據來講 確實是非常好 他這個死亡的這個風險降低率是達到92% 然後恢復時間是能夠的縮短5天 這個對比一下這個美國的公司來講 其實是明顯要好於這個美國的這個數據的 所以說其實我個人也是有點懷疑這個數據的一個一個真實性 但是我認為這個也不用太過於這個擔心 因為這個現在已經目前是進入到FDA的這個三期臨床的這個入組 所以說如果他能夠進入到FDA的三期臨床入組 就說明這個實驗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 否則他不會進入到這個入組 所以說不用過度擔心 然後這個造成這個可能數據比較好的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這個這次實驗的這個人數可能相對較少一點 所以說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懷疑 當然這個我覺得後續還是得看這個FDA的這個最終的這個實驗結果是怎麼樣 如果這個數據和之前的這個中國的數據一致的話 就可以打消這個疑慮吧 然後所以說我除了這個以外 我其實個人更擔心的問題在於這個藥本身的這個問題 這個開脫藥液的這個藥它本身是治療這個男性脫髮的一個問題 它是在這個男性脫髮裡面 然後是巧合發現這個新冠的這個治療的這個效果 所以說它這個藥可能在後續來講 由於它一開始的這個設計的時候 它並不是考慮新冠 它是考慮男性脫髮 所以說可能在後續的一個跟進的一個實驗來講 可能會有點可能會有點有一些小的一些Risk吧 因為比如說像之前的這個Moderna或者Novax 或者這個Biontech他們的這個藥最早是 因為他們一開始的目的就是這個治療這個新冠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現在有這個新的情況 比如說變種或者是一些疫情加重 他們會有一些很多很完整的一個產品組合來針對這個事情 所以說這個開脫可能相對沒有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concern 然後但是除了這個以外我覺得還是很不錯 因為實際上現在已經有的數據來講開脫 現在是我覺得如果只看數據來講是全世界其實的療效最好 所以說可能所以說這個重點就是後續關注一下美國這個FDA的三期的一個一個數據怎麼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問的是有沒有其他類似於開脫的這個普魯克安AR的這個移植機在全球範圍 還有就是這個類似於這個目前有跟相比一些這個像這個單克龍抗體 像這個BR2的這個單克龍抗體這個普魯克魯安會不會說是更安全一點 有沒有可比性這個問題其實除了這個開脫以外是有的 在中國是沒有這個AR解抗器 其實在美國是有這個里萊和insight他們是有做一個跟開脫一樣的一個AR解抗器 然後這個的話但是他如果只看臨床數據其實要差很多比這個開脫 說到這裡就說一下這個可比性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有什麼區別這個抗體單抗和這個口服藥的這個AR解抗器有什麼區別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其實一般現在的這個像這個單抗類的 他主要治療的是這種嚴重類的和偏嚴重類的一個病 這個口服藥現在是治療的是相對輕度一點的病 所以說他們的這個使用的這個場景是不太疼的 這張圖也可以看到他們的使用場景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他們的原理其實也是有點不一樣的 其實這個單抗現在的一個做法就是他在這個SARS的這個分子受體上面 他有一些加入了一些這個單抗的這個他阻止這個受體的一個信息接收 這是一個傳統的做法的單抗 但是這個AR解抗器的話他的做法是在這個直接在這個病毒的裡面 然後去給修改他的這個RNA的這個排列組合 然後讓這個產生一個新的一個病毒 然後這個的話他是不產生他雖然也是病毒的這個樣子 但是他其實是沒有效力的這是他的做法就是不一樣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其實他們都是這個藥類的COVID drug類的類型 又除了這個以外就是只有這個疫苗 所以說他們其實是可以具有可比性的 還有就是這個其實就是關於這個普克魯安和這個 和這個之前的這個BR2這家公司他們的一個區別在哪裡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現在AR解抗器是比較少的 全球範圍內只有這個理來和insight還有這個開拓是做這個AR解抗器 其實用常規的做法是做用這個單抗的做法 像這個騰盛國藥他就是做單抗 其實在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 其實大部分是用這個單抗的一個做法 然後這個其實現在這個目前這個做法的話 如果說安全性來講我覺得其實不用太擔心 因為他們其實現在都是有臨場數據來證明的 所以說不用擔心說是由於這個做的比較少 所以說他的將來可能在這個使用 他可能在研發上會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可以不用太擔心 然後就是這個最後就是這個可比性的問題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其實這個目前來講 他們的這個口服藥可能在未來的來講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口服藥由於他這個治療的是一個相對輕度的眼病症 所以在中國現在由於這個大的背景 新冠是得到控制的一個情況基本上相對 所以說這個可能從前景來講 我覺得口服藥可能前景會更好一點 但是在美國或者國外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抗體的會更好一點 因為現在美國和國外的是一種相對不受控制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可能在不同的地區 可能是有不同的一個測重點吧 然後最後就說一下這個 其實大家也注意到這個在上週和這個這週的時候 騰盛博藥和開拓 開拓主要是在上週的時候漲幅比較大 這都是在騰盛博藥的漲幅比較大 所以說有什麼看他賴斯的導致這個點 所以說騰盛博藥是在上週的時候有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就是有個中南山牽頭的一個項目 然後同時有一個墜加1億美元的投資 還有就是有一個臨床數據 就是這個死亡風險率降低78%的數據是在上週的時候公佈的 所以說為什麼這個東西它能夠讓它區分出來 跟其他國內做這個抗體類的有區別 也就是其實我覺得主要就是由於如果中南山牽頭這個事情 它其實代表不代表是一個政府和國家的一個牽頭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說相對於騰盛博藥而言其他的公司 他並沒有這個政府的出面 所以說這可能就是區分它能讓它做的比較好 其次它是騰盛博藥這個目前已經是進入到三期入組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它的臨床數據也是領先於其他公司的 所以說這個是比較好 但是為什麼在上週沒有漲在這週突然是漲了 我認為可能是一個信息的一個之後吧 因為我也是在這個週末的時候看到很多在雪球社交媒體上 還有一些券商研報都在集中的報導這個事情 所以說其實這個事情並不是剛出來是在上週三週四週出來 但是由於這個信息的這個更多報導集中在週末 所以說這個事情我覺得可能有點延後 所以大概就是居然沒有一個情況 好,謝謝Edder 好,希望回答大家的問題 答開問題就繼續回答問題吧 好,那就... 阿Ben Chow 問,C基金現在幾乘倉位7乘兩 調住高位,想跌有什麼部署? 就...太若留強吧 當然我覺得是高處不升降的 但你去...即是那句吧 你去...究竟是一個... 適量調整,只是大插下去 兩件事是很不同的處理 現在就...都不算很兇力 要留意一下,留意定的Wix怎麼走 好的,就幫我問一下Like.io 其實我發覺要出兩半 咦,今早沒有上班,上星期叫了9點上來 今早不來,又放飛機 不要緊,明天是9點,繼續等你 問一下走得未 你直接問他吧,Like.io是否到現場 Like.io自己回答 真心希望他可以上司機直播 不如這樣吧,好不得空那天叫Like.io上來做主持 他很好,不過我認真說 他真的很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重要是什麼?總 財經分析,KINGO哥只是聽到ADA和Like.io 好得那些都走到一旁 說笑,輕鬆一下星期一 好,接著問,CG金對於國網投資2萬億升級電網 有什麼看法,有什麼股票穩定收益 有什麼股票收益,我就知道 穩定,我就不穩定 上級別就說了,那隻Power Construction 現在是有什麼股票穩定的東西,很可憐 現在是很難有些穩定有升的東西,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所以,實際上好像肉搏一樣 我都想穩定一些不需要成功的東西 就是指示器 不好意思,正在回答留言區 好,繼續回答留言區 這個應該是CAN LIVE的問題 剛剛回答了 Josephine問有沒有研究儲能的sector 儲能有很多都是跟儲能有關 但是,港股就炒了一些工具,東風電機那些都算是 秋水儲能,成建是不是很大呢? 我覺得好像可以說得大了一點 不過先炒業 這些現在真的炒業,還有一些電相關的那些 一些人不太慘 一來七月,主力也是炒業 我們也有些,跟紅丙白 不過當然,你問是不是在這個位置買呢? 我也想跟著去 其實你說這些新Glow,不就是儲能 比較明顯是儲能有關 甚至乎說的寧德時代都可以有儲能 但是是好的儲能這個concept 因為真的你要有代替能源就是 不是燒煤嗎? 燒煤你24小時就搞定了 但是你的風、水、太陽能 全部都是要大自然的 你當然沒有理由要大自然去配合你 當然是你去配合大自然 那就要多些儲能的concept 1.209的維曼醬有什麼inside 做到其實整個sector 好像上個拜拉Kio都說過 其實部分是因為內訪 真的因為恆大轉得差 很重要的 第二,我覺得成本真的要小心一點 至於今天有人問 剛才有朋友問為何跌 對,987都可以問 為何迫伏跌了這麼多 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高敏下跌 大行下跌,我猜是這樣 我們就守住少少少 6098 不過其實在那裡我都走了 所以就吃口糊 雖然其實都幾弱 但我還有很多profit 然後又守一下 等到位單減一下 完全不動就給大家 即時可以很差 我們先走一下 現在再觀察一下 現在反而有操作空間 OK 回答完了 回答即時的問題 終於開試 繼續抄下去 恆生指數最新是25645 都是不太好 先看一看 大家先報一報 雖然我發覺大部分人 都不是在聽即時的 都是幾百人聽的 但每天都可能很多人回家才看 所以我不想經常說 即時口吵吵吵的 說一些長一點 回答回這篇問題 KMTi 問對比亞迪有什麼影響 因為其中一個新聞 關於公信部 說現在汽車的企業太多 要拼購重組做大做強 其實說真的又對 其實不用猜 你看美國就是這樣 日本就是這樣 其實造車企業的角力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指標 到你開始 差不多就會抗疏 為什麼大陸還沒有抗疏 其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高增長 高增長就不會抗疏 當然是餅做不大的時候 抗疏就會多 所以你想抗疏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對比亞迪有什麼影響 就算怎樣整合 所以他始終是一個領導 所以對比亞迪有少的 對比亞迪有少的 對比亞迪有少的 那當然好 但他會不會收購一家車廠 我覺得不用 那麼多間造車的他基本上已經最齊 整體來說 就是品牌、技術等等 對比亞迪有少的 令到大家的耳駕能力好些 都是好的 CG的感覺現在好像賭大勢 我講過了 比賭大勢 賭大勢你還是興奮一下 你炒股票得過失望 APL問光復前景如何 當然好 當然年頭改革說得最厲害 現在股值上了 佔內地發電量多少 現在10%了 11-13 不好意思 很多人現在越來越壞 記了少少 當記了 11-13 可以雲觀講解一下 不用了 你看連圖 Oscar、水哥說得很詳細 其實在球技找回他們都說得很好 不過我也是看好光復的 第一 我覺得它成本上高已經有可比性 和傳統的燒煤 第二 大陸整個產業電量豐富很多 有見證力 第三 在實路地 好過水電 沒有水的地方就沒有水電 沒有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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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太陽能 也有太陽 除非到北極 北極也有太陽 多與少 香港也有很多 村屋都可以做太陽能板 有雜散 有雜散 可以雜散 也可以雜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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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建築一看法 也可以雜散 大全能源 688303 歇音 對比 怎麼看 歇音 不用說 停了牌 停了牌 不用說 688303 全都是Policycon 大全 其實都是差不多這樣走 很難直接比較 成本都有分別 大全成本就好一點 歇音就難一點 其實阿桑做了一次 他的成本 我記得他講過 從成本的角度去看 因為大全是一個問題 所以大全的話 我記得如果每公斤 應該是四十多元 剛剛確認過 GCL應該是六十多元 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可能是負債上面 知道GCL的 Cashflow 他們的debt問題 都很嚴重 你看看Net-AVD 十幾倍 大全只有兩三倍左右 所以很明顯的分別 就是在這個位置 我也記得他比較便宜 不過阿桑看不過 又亂罵 又亂罵 後晚有些同事幫我補一補 接著問龍基 除了增長慢 和原材料貴 有沒有其他原因 是否因為 需要adjust position 我就是adjust 全叫法 高復衣人都在這些位 9966大跌 怎樣分析 會買一些 會買一些 還是alphamate 這隻alphamate 今早有個公告出了 那就是跟之前有 都有一陣子問了個 ESMO 即是那些臨床數據 會相關的東西 那他就出了個公告 那其實他這次這個ESMO 大家最關注應該是 他的肝瀾的 性認證 那個數據 那他就有個 集藥出來了 大概是57% 那個完全 那個有效率 那57% 其實就 都好過大部分 絕多部分 做肝瀾方面的治療方案 讓我開個公告給大家看 其實可以拿這張圖出來 沒有 那這個是其中 捐聲有說過高人方案 那你見到ORR大概都是 如果你只用PD-1 其實都是20%的 頂盡 那接下來就有些聯合治療的藥方案 那最好就是應該是那個輪伐體 因為現在這個肝瀾的適應症 應該大家都是 就是一個以前是用這個 蘇菲 索拉菲尼 那種藥 那現在就用這個輪伐體 那你見到 那你見到 康芳都有做的 但是你見到那個有效性 就是44.4% 那其實 AlphaMac 就57% 其實已經好過康芳 那這裏 就反而沒有擺到 軍事那個數據 軍事那個數據 應該大概是64% 左右 所以不知道是否因為 就是他得57% 不夠好 那所以就 我想是和這個肝瀾症有關 因為他另外還有一個肺銀 但是我想應該是和光瀾症 因為光瀾這個是新的 所以就市場有些錯 但是其實都不是很差 57% 對 OK 好 謝謝Kevin 那繼續 OK OK 這裡 不好意思 遲了開始 不好意思 272 是否有消息 剛好 不好意思 好久沒有跟 雖然當年很熟 現在很少跟 先幫大家按一下,CN有什麼特別想問 還有沒有follow月文,由中場食可以嗎? 阿爺會有什麼藉口搞他? 反權 好,David Powell問 Based on a presentation of US stock market,What is your reaction plan will be implemented to protect the profit and minimize the loss 沽了他,真的差了 現在的東西都可以弱,大家可以控制一下注碼 請問香港港股有什麼高端製造業相關股票? 1347,不是芯片 現在都算了 還有什麼?ASM Pacific 香港也沒有什麼,要不就 還是買一些悶悶的東西 A股比較多 高端製造業相關股票 例如398,藍車 至少有些 有些 IGBT 現在國際問題,不如買一些國際控制的低PE大企業 聯想控股,有IT農業 都可以的 不過,聯想也好些 但你說泰國國際的低PE是有原因的 大家明白 至於你說今日的約明為何這麼弱 我就不知道 不過市約是接著弱的 其實約明的話,我覺得他十月之前都會搓來搓去 因為大家都在等著他 指援今年全年的預期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剛剛的業績沒有改正 他的指援 接著就問 這半年市場是否難炒 當然是難 所以我做得不好 讓我先賴一下 是否要清倉來儲備一下 難賺錢的時候便會打小一點 易賺錢的時候便會打大一點 概念就是這樣 當然執行上高端不容易 但是我認同 找不到錢的時間 就 就不要選擇你 三分昌說257 今天又來 我看到 接著問一下 ADGI大升 是否令到AMX跌的原因 ADG這家公司主要的 他升的原因是 最近他的一個新冠的抗體 是適應症擴大到青少年和孕婦這邊 所以說他的這個 將來的空間會大一點 然後MMAX這個主要他的跌的原因是 最近他的那個在印度這邊的一個審批 好像是有點受阻 然後同時他這個疫苗的貨批整體來說 還是沒有那個EUA方面的這個美國審批 沒有什麼新的動態 現在還沒有貨批 所以說 這個導致這個股價現在有點波動 嗯 OK 好 謝謝 然後 接著 接著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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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問 有 有沒有改變看法 就剛剛答了 繼續 不好意思 257 8 8 5 就是EUAGRIGHT那兩隻 或者 就是EUAGRIGHT那兩隻 有沒有金融頂白 嗯 嗯 說話不敢回答你 說話不敢回答你 ChinaMOTA 或者不敢回答 OK 他也是跟EDITX形成 請問C基金對美股10-15%回調 大跌市量在房租有什麼部署 最好就是跌之前沽了 如果每個人都PK的時間 我不死得 我就可以留底 雖然我不想留底 不過其實現在我美股 其實都是在說 十多個% 所以 你見我商道沒有那麼肉緊 不同大家可能 嘩 全程美股 可能對他們來說 賺的時間 就是賺得多些 就是要面對回調的風險 為什麼你雙鞋爆了 會賺得多一隻一山脈 哈哈哈哈 就是羽毛球 戒傷腳趾 多大件事 你說 腳趾 看看 他問398 我沒有接到飛刀 而今天沒有接 都說我不接的 飛刀 先試試收拾 現在起身恆生指數跌了633點 慘不慘 多了 多了 左手割策 右手紅 好像最穩陣 看淡一點 港股 冬天下雪對光復股會不會有影響 為什麼會有影響 就是綠樹遮蓋著太陽 不會 1665 冬天下雪對光復股會不會有影響 不要這樣 要多說一些才可以 隨便給我看 10個耗得也不夠了 3759 這段情況好像比269厲害 tries пог回了 其實是這個固定的 我剛才知道 現在主要拼เพala 任期不bey 如果看过去一个月,就跟着走,今天突然跌了 留意下跌的时间是否太铭定 有时是对的 刚刚叫他3908 我试试券商 好,谢谢你 除了给我最好数字号,多说一点 不要太秘密,说话都很公开 谢谢你 今天时间差不多,市跌要看清楚 看清楚 有没有心育,八三六转,中电,没有 整体来说 好,看回 彭鸭4,拜拜 好,多谢大家 现在好似 计算一下,港师基金直播 好得收了,好得说 好得说,都很好 多谢先,多谢大家 做完工作,有什么值得说 我又有空说一下 好吗 记住,如果即使打不切 有你们很容易的那些号码 当然留言可以多写一点 让我可以做一点 有些方向 好,明天同享时间再见 希望明天市场上升,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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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